第25屆金曲獎今天公布了入圍名單 最大黑馬是來自大陸的歌手李榮浩 他入圍了五個獎項 不過呢女歌手的入圍名單 像是田富珍跟陳其珍都沒在榜上 反而是來自新馬的蔡劍雅跟戴佩妮入圍 也讓今年金曲獎台灣歌手的地位受到動搖 第一位男歌手是李榮浩 第25屆金曲獎入圍名單的最大黑馬 就是來自大陸的李榮浩 記得和你的眼睛將會亮著 他以新人之姿入圍五項 甚至還要和張正月 林俊傑 周華健 角逐最佳國語男歌手 而最佳女歌手都是實力派唱將 戴佩妮 何雲石和蔡劍雅 這三位香港和新馬歌手 要和台灣的楊乃文以及家家一決勝負 不過從今年的入圍名單之中 不難發現台灣歌手入圍比例 似乎不如預期 不管來自新加坡 馬來西亞大陸 或其他任何地方海外 在這位華人他們報名心獎之後 我們如果台灣的入圍的 獎項的人跟歌手 逐漸變少了 那我們應該更加反省 我們自己的流行創作工業 是不是有在退步 或者是停留在原地 這可能性 不過女歌手入圍名單 卻沒看見外界預期的 田復珍和陳啟珍成為遺竹之漢 而今年特別的是最佳樂團增加了兩個名額 滅火器 蘇打率都榜上有名 而最佳年度歌曲也增加一名 姐姐謝金燕和五月天的入圍曲 都獲得評審團青睞 因為我們評審提出來說 我們也要考慮到 他的這個社會的議題的結合度 所以評這個獎項 確實有從這樣兩個角度去思考 走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金曲獎 今年的入圍名單幾家歡樂幾家愁 不過光是大陸歌手 李榮浩和李健就入圍了多項大獎 看來台灣歌手還需要加把勁 有電TV準確的陽青台北報導 好